今次想介紹一位跟香港的國際關係有關很重要的人物 雖然對新一代來說可能他的名字都是比較陌生 但是反映了一個大時代 以及香港應該有或者本來有的國際地位是無出其有的 這位名人就是何冬爵士的兒子何勢禮將軍 其實我們好像說得很遙遠的說到何冬爵士的名字或者他的後人 但是何勢禮將軍其實在1998年 即是香港的主權移交之後才在香港病逝 當時他是享年92歲 換言之其實都不是真的這麼年代久遠的事 但是何勢禮將軍所經歷了的一生傳奇 絕對只是會有歷史書才能夠出現 今天我們探索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時候 我們看回在中國英國美國快過日本 又或者是北洋軍閥東北政府國民黨共產黨等等之間游走的何將軍 似乎正正是我們本來的寫照 但是隨著時而世逆今時今日任何的歷史都要政治正確 未來的官方歷史書又會如何評價他呢 甚至未來的官方歷史書還會不會提到他呢 如果不會的話我們更加應該在今時今日還有一些資訊可以掌握的時候 然後重新去認識一下我們香港土生土長的何勢禮將軍 而以下是讀完他的傳記之後我自己做的一些筆記 因為這些矛盾或者是撥論 對香港人來說從來就是甲房之中生存 讀來反而是更加親切的 第一點 何勢禮將軍他的外貌完全是一個洋人來的 但是他的內心又基本上是一個完全的中國人 這種這樣的矛盾位是比他的上一代 即何冬著士更加明顯 雖然何冬著士是以他經常長沙馬垮這樣去出現 也都強調他自己的中國人的身份 但是當時的香港上流社會都是稱之為一個半堂藩 他都經過種種的所謂抗爭 才是成為了第一個可以在半山居住的華人 其實他是一半一半的 但是怎樣都好何勢禮是比他更加大的心路歷程的掙扎 何勢禮將軍以中國人自居寫得一首好的書法 廣東話、普通話、英文都是native的 這方面遠勝於何冬著士 即是沒有何冬遺留的中文的脈保流傳 但是何勢禮的中文信是極多的 而這一種mixure的混合品也都真是只有以前很國際化的香港才能夠產生這樣的精英 由於何勢禮將軍是生於當時香港的首富之家 何冬著士雖然他的身份是很特殊 也都不能夠被英國人完全當是自己人 但是他確實是香港當時的首富 但是就算他是那麼有錢也好 何勢禮將軍也都依然會因為他的半堂翻身份 當時是這樣叫他 是受到英國的上流社會歧視 但是也同時會受到一些中國上流的世家歧視 於是他從小到大都是受到某些愛國主義的教育分圖 但是同一時間他也都知道有些內外不是人 那麼他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曾經是試過撕毀了他的英國護照 高夫要加入中國籍因為他是想參軍 但是很諷刺的就是說 雖然他有這些所謂愛國行為 即現在很多藝人都說要放棄加拿大護照 要加入中國籍等等 但是雖然何勢禮將軍是有過這些這麼愛國的行為 但是他去到重軍的初年 或者他在中國的官場 都依然是因為他的外國身份 而頭閒致散 但是最後諷刺的又是因為他的外國勢力的聯繫 在中國的形勢 國際形勢改變的時候 才可以被發掘出來 突然之間又因為他的外國勢力的聯繫 而吃香 那麼為什麼這麼說呢 話說河東的國際和國內的社會的網絡 本身是很驚人的 和北洋軍法的交情很深厚 何勢禮將軍去到軍校讀書 就有北洋直系領袖吳佩夫 以及奉系領袖張作霖等等的保戰 本來他就要去保定軍校讀書 偏偏當時打仗 整間這麼有規模的軍校都倒閉了 既然他是一個成功商人 懂得投資也好投機也好 但是因為他的思想 偏偏是買漏了革命黨的 但是最後國民黨不乏成功 東不逆次 令到他的兒子要參觀 就受到很大的阻撓 到了西方事變之後 何勢禮因為他跟了張學良 西方事變之後當然要被清算 當時何東就好像覺得 整個投資都好像失敗 發覺是要洗底了 捐了巨資給蔣介石的國民政府 去搞抗戰 也同時間又遙距地為蔣介石捉售 做了很多捐輸的行為 才成功洗底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何勢禮 開始平暴青雲的故事 跟他的外國勢力的身份很有關係呢 最初因為他跟鳳系的淵源 或者他的英國人的身份 跟香港的聯繫國際的網絡 蔣介石是很不信任的 而何勢禮先後在英國、法國、美國 軍校等等去就讀 也是因為他的背景 反而是沒有機會在戰場上 有很亮麗的表現 這些的國際聯繫 對民國時代早期的軍閥來說 都依然是一些禁忌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土炮 沒有什麼讀過書的將軍 是可以升得很快 但是在英國、法國、美國最一流的軍校 就讀回來 家裏又這麼有錢 又願意參軍的何勢禮將軍 本來是沒得發揮的 直至到二戰的後期 又或者是國共內戰的時期 又或者是韓戰的期間 因為美國突然之間成為了中國最重要的盟友 中國打不打得贏仗 就好看與美國的關係了 於是蔣介石就發現了 何勢禮期貨可居 因為不少美國的將軍 當權派都是何勢禮在美國讀軍校時的同學 這些是極度有用的社會資本 在二戰的後期 蔣介石跟美國派來的斯蒂惠將軍 是非常之不合 他要求美國派另一個人過來 這個時候 他一定要靠一些中間人 何勢禮就變成了最理想的白手套 到國共內戰時期 國民黨極度依靠美國的援助 亦都是很依靠何勢禮將軍這一類的聯繫 去到國民黨打輸仗 退守台灣又剛巧合出現了韓戰 更加需要碼著美國的援助 甚至希望美國可以將兩個戰場連繫一氣 當時何勢禮亦都是期貨可居 所以我們不斷提及其所謂期貨可居 自然就是不可能只有一件貨賣出去 當然是有些表示 所以蔣介石就不斷升起官 最後他更加成為了台灣政權的外交家 他被派置為中俄民國鑽聯合國的軍事代表 實質上何勢禮一個軍人出身 世家大族 又居然是誤打誤撞之下 做了一樣的最不擅長 本來他沒想過做這一行的工作 就是做了外交官 亦都是因為他的外交成就 最後亦都跟一大批名將一起 被冊封為二級上將 這些經歷正正是香港人才會發生 因為他世家大族的背景 國際的網絡 做了一些他本來都覺得沒什麼興趣做的事 但是他最想做的事 又反而做不到 我們可以想像 當時台灣要派一些人跟美國打交道 有多少人可以說到這麼流利的英文 有多少人有世家大族 從小到大那種貴族式的訓練 但是又知道國際形勢 亦都是可信的人 其實除了香港土生土長訓練出來的何勢禮 其實找不到第二個 我們再看看何勢禮其他的經歷 他雖然是世家大族出身 從軍做外交 但是到最後都是要接受家族生意的 譬如說他的家族竟然做了一份報紙 就是《工商日報》 今時今日香港輿論清一色 報紙又清一色 就算是一些本來銷售中立客觀的 亦都變成很有色彩 但是《工商日報》本身 就是持一個強烈的反共立場 長期都是以中華民國的國號 連號為他的依歸 直至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 何勢禮就偽然宣佈 撿了這間報社 今日大家知道 《蘋果日報》要結業 都是做過很多 不知道是誰做 但是都是被做過很多功夫 但《工商日報》的結業 就是很簡單 何勢禮是一個大老闆 一錘定音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 我現在就撿了他 亦都是暗示 不希望以後的接班人 改變這份報紙的路線 慢慢由強烈反共 變成慢慢強烈親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應該會覺得很難交代 但是他是不是叫做 義無反顧走政治一邊道的路線 其實又不能夠這樣說 始終是商人的家族 都是有互相對沖 Hedging 的本能 何況他要照顧的 不是他個人的利益 個人歷史的明星 亦都包括了整個家族的地位 整個家族的安全 包括很多人資物資 亦都是要兼顧 所以他雖然一生人是親台 本身是國民黨的高官 亦都是強烈反共 但是去到他過世之前 就是那一年 他就破天荒 訪問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管理的這個東北 就是他曾經的第二故鄉 因為他是在根珠學良 從軍的時候就在那邊 亦都是捐錢給當地 在大學 亦都受到中國政府那時高度的表揚 當然在中國共產黨眼中 就是一個統戰的成功 一位國民黨的高層的將軍 二級上將 做過那麼多重要的官職 聯合國代表等等 居然在他過世那一年 以92歲的高齡 願意破冰 訪問世仇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控制 管理有效管治的東北地區 正正是典型的統戰 何勢心目中覺得 這件事是應該做 自豪還是逼於無奈 他自己才知道 在他過世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派了很多 台灣那邊派了很多的 顯耀政耀過來香港參加 他的喪禮同時間 亦都是帶了中國的民國國旗 打算幫他蓋棺 這個是很高的榮譽 因為他是一個 剛才說過的二級上將 但是他的家人是 事前上後決定了 心領 不要蓋中華民國旗 免得已經 回歸了的香港特區政府難做 亦都不想令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這一邊是難做 因為他的喪禮 除了是台灣那邊的高層 亦都有 當時 中聯辦的高層 或者是特區政府 董建華的夫人出席 大家都知道 董建華做了特首的時候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他家族和台灣關係 亦都是很密切的 他的父親 董浩雲 亦都是台灣那邊的船王 本來和霍英東 就是兩邊不同的白手套 直至到他家族破產 才變成中國共產黨的統戰退場 但是他和台灣的淵源是很深厚的 他自己有送花圈 他太太 董太 亦都有去代表出席 何勢力將軍的喪禮 再看回何勢力的家族 雖然他本人是反共 孝中華民國 但是在何東家族當中 比何勢力將軍 細一輩的羅德成 反而有完全相反的行為 但是他的經歷 其實某個程度上 就正正是何勢力將軍的鏡像 那為何羅德成 明明是另一個家族 好像為何又是何東家族 因為何勢力將軍的姐姐 就是羅德成的媽媽 所以其實都是 何東世家一個很重要的成員 他的外賣亦都是似洋人 亦都是中文流暢 亦都是同樣是所謂的半堂藩 羅德成的晚年 就是以強烈的親共著稱 但做著一樣 跟何勢力早年一樣的行為 就是放棄英國護照 加入中國籍 似乎這些就是大家族 一些天然的對沖政治投資 或者投機的技術 羅德成是一道想競選特首 雖然他是失敗 但是後來梁振英陣營的班底 基本上都是過繼承治 這一位的恩師 我們回看回頭 幾十年前 四、五年二轉結束的時候 當時香港都有所謂的 前途問題、回歸談判等等 當然當時的主角是國民黨 看回當時的一些報道 如果中俄民國二戰之後 立即收回香港 當時呼聲最高的民國特首 我們不知道是否叫特首 但呼聲最高是代表中俄民國接管香港的 本來正正是何勢力將軍 香港世家大族出身 和國際有淵源 是國民黨員 後中國民黨 那還不是他嗎? 那羅德成有同樣的願望 或者是野望 想著97年他有可能成為第一任特首 就是正正是這種大家族的想法 最後看回何勢力將軍的一生 我本人是感到特別親切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本人也好 何東也好 他家族有很多成員 包括羅德成也好 他們在香港就讀的中學 正正是我的母校 黃隱書院 當時香港只有一間大學 黃隱的地位 曾幾何時是相當之崇高 當然 今時今日是不是還是這樣 就是另一件事 這間學校一直培養了很多 獨立思考的精英 雖然他們之間的立場 可能是很大的差異 但是思想、行為和否認 都是有自己的一套 這種獨立思考的能力 或者是自己建構自己世界的能力 正正是舊香港的精英 才是特有的產品 在何勢力將軍的一本傳記入面 收錄了很多他年代的黃隱下報 黃隱報的文章 我們看回來也覺得很有親切感 例如有一段是記載了 當時黃一同學 就是說何勢力是不會吃雪條的 因為他永遠都是很冷 因為河東 河東就是英文 翻譯回中版 即是很冷 這些這樣的難的 一百年前 都好像跟今天一樣 都是這麼難 正正是今時今日讀 當時學生的神粹 也都是若然於至上 我們說了這麼多 如果不我們尋找這些 先言的遺跡、宗跡 今天有多少香港的世一代 才知道我們香港土生土長 都是出過一些這麼精彩的 國際的將軍 而在未來可見的將來 新香港、日新月異 甚麼都不同了 還有沒有這樣的人 可以出到來呢